哈囉大家好 我是林冠 我有全新的官方個人頻道 叫做林冠說說看 歡迎大家跟我一起來說說看 也歡迎大家訂閱分享 按下小鈴鐺 年代向前看 向前看年代 大家好我是林冠 歡迎我們中期觀眾 跟粉絲朋友掃描 QR Code 訂閱年代向前看 YouTube官方頻道 台北股市今天挑戰一萬八千點 但是香港股市今天跌破一萬五千點 盤中跌幅超過三個百分點 入股在破底創新低 主要原因 紅海危機 全方位的惡化 全球的通膨可能再度惡化 這個惡化的結構 使得各國的掌權者 都面對很大的統治壓力 那賴清德儘管當選了 可是藍綠白現在打到延長賽 好第一場延長賽是立法院龍頭大戰 今天一早傅昆奇退了 他說他挺韓江沛 但是他可能是國民黨新的總招 同時呢 國民黨的戰鬥欄超過二十席 可能是國民黨內最大的派系 那這一回合 柯文哲的八席玩兩面手法之後 各界也在觀察政治動向 但是黃國昌說我們絕對不會跟藍綠來談 而且呢 他們已經開始準備要佔雙北市長 那這也使得各界觀察 立院大戰之後後續牽動的政治的議題攻防跟版圖 照柯建民的說法是 民眾黨只要演得太離譜是要被淘汰的 不過呢 賴清德的團隊也面對很大的執政的壓力 而且民進黨的官僚老化 在選戰過程當中 也有很大的危機壓力 而這背後有哪一些影響 我們待會好好聊聊 好今天現場要請到六位特別來賓 第一個好朋友是林廷輝 大家好 再來是彭肖大哥 大家好 再來是張逸散 大家好 再來是吳坤玉 大家好 再來是黃創下 大家好 再來是黃施聰 大家好 好創下台灣大選過後呢 立法院三黨不過半 就注定了立法院進入延長賽 而且今天龍頭大戰 第一回合 傅昆琦先挺了韓國瑜 其實基本上呢 九天之後 立法院誰是新的院長才會確定 但是呢 這一個多禮拜呢 已經有兩個黨被看破手腳 一個是自認為自己八席 可以成為關鍵少數的 這個八席很可能 將來都會是廢票 八等於零 那另外一個呢 自稱自己是國會最大黨的國民黨 也在內亂裡面 給人家看破手腳 所以將來的時候呢 柯建民呢 雖然很多國民黨的立委 沒有台灣價值 但是有台灣價格 將來還有很多變化 可以去進行 怎麼講呢 首先的話是 上個禮拜四 韓國瑜先出手了 韓國瑜先出手是什麼 他發表了獨立宣言 他就是要跟江啟臣 就是我不送你黨中央的一個前置 然後呢 傅昆琦當然就被狙擊了 到處送花籃打電話 結果發現說 韓國瑜不但是要當院長 連副院長都不可以傅昆琦 所以傅昆琦開始炮火攻向江啟臣 結果韓國瑜呢 當天晚上立刻決定 第二天中午要請吃飯 結果 戰鬥籃朱立倫 通通洗臉了韓國瑜 為什麼呢 那天去的時候 54名 結果立委呢 去到24個 其實裡面有很多的是不分區 而且是這次沒有排到前13的 所以呢 裡面呢 戰鬥籃都沒有去 然後呢 整個13席的不分區 立委去到 已經要就任的不到一半 那是朱立倫給你難看 戰鬥籃也給你難看 然後呢 整個呢 嚴寬恨也沒到 所以台中的黑派 也有點異見的樣子 所以韓國瑜呢 當然出來之後也就笑笑 他絕對要跟江啟臣同進同出 這個時候呢 朱立倫才出來告訴你說 老韓啊 我才是老大 所以朱立倫定調 同進同出 所以戰鬥籃 不是就是朱立倫定調之後呢 所以那個13席不分區 現在看起來是會站在 韓國瑜跟江啟臣這邊了 然後這樣站過去之後呢 當天晚上到台中去 到台中去之後呢 盧媽 盧秀燕 紅派 站出來挺了江啟臣 嚴清彪 也站出來挺了江啟臣 所以早上的嚴寬恨就不重要了 那這個時候 傅崑奇就會看到說 今天他就麻煩了 為什麼麻煩了呢 13席的不分區 然後蔣萬安在盧媽講話之後 馬上跟進 所以呢 現在一算 如果今天真的要假投票 那傅崑奇可能就 會輸給江啟臣 就難看了 難看之後如果真的被假投票之後 難看之後 連他心目中的下一個選擇 黨團總召 恐怕都難看 所以呢 小傅當然是很敏感的人 馬上 突然在今天早上的時候 自己就把他 江啟臣和韓國瑜的手 牽起來了 說兄弟是永遠的 他現在一退 這退的話 當時保留著 30號 立院 國民黨的立院黨團 是不是可以決定 讓他當黨團的總召 至少他將來跟柯建民 還是可以來來往往 然後 可是朱立倫這時候 也講了一段 非常有趣的話 什麼話呢 大家一定要清清白白的 絕對不容許任何 金權和權力的交換 這是講什麼 因為呢 金權和權力的交換 誰有資格給這個 當然不會是國民黨啊 當然更不會是柯文哲的民眾黨啊 就是如果說你今天 才一個 整個立法院都還沒啟動 大家開始就各懷心思 各自角力 各自互相卡 那將來的時候 就算立法院長 給了你 但是後面呢 每個法案 重要法案的時候 柯建民找單獨的 個別的一個立委 然後再跟你談台灣價格 那國民黨 五十四席還是很脆弱的 可是我打個岔 院長是假的 總召是真的 所以傅崑奇想當總召 柯建民繼續當總召 兩個地下院長 地下總召角力 然後以後晚上十點的時候 在院長官邸裡面 韓國區出面 然後老柯小腹 加上阿昌 然後四個人一圈 就可以決定了 國家未來的朝野協商 對不對 我是講討論一圈 不是講其他的 一圈就可以決定 可是還有變數 為什麼有變數呢 因為立法院的投票 其實不是大家想像的 他是一張很大很大很大的選票 上面113個人的名字都在上面 然後呢再蓋上去 上一次的時候 國民黨呢 那個賴斯堡是副院長 就不小心就出現了一個賴品魚 就是說我看錯了 我老花眼了 我蓋錯了 所以其實今天 雖然國民黨 確定的是韓國瑜 可是到時候全部彈出來 那有沒有人不小心手軟了 不小心蓋錯了 明明是蓋到其他的 那還不一定 或是蓋到自己 這裡面回來了 所以我們可以殺盤脫眼嘛 民眾黨如果第一階段 提自己人的話 就進入第二階段 第二階段 如果藍綠都團進團出的話 其實藍綠是五五波嘛 但是國民黨贏面大嘛 那除非民眾黨的人選 有人這一個分開投票 或者是民眾黨支持誰嘛 那再來就是國民黨 除非有人再跑票嘛 就傅昆奇今天這個挺韓國瑜 到底挺真的挺假的 其他人到底會不會跑掉 所以這個東西才是為什麼 朱莉琳一定要講說 絕對不容許 任何金權和權力的交換 因為國民黨的部分區 如果跑票 那就把你開除黨籍吧 下一個不 那區域立委咧 區域立委你敢開除嗎 你開除就少一個 開除三個 你變成民進黨是最大的黨 所以其實都可以繼續 挾持著這個國民黨 那至於民眾黨呢 先前的時候 以為自己巴西很偉大 一出來之後 現在被笑的叫做八等於零 因為完全都不重要 為什麼八等於零 因為他們巴西呢 民進那個立法院長 和副院長是分開頭的 那分開頭的狀況是 第一輪要過半 第二輪相對多數 所以第二輪的時候 民眾黨這巴西 毫無異異 那你現在這巴西喊這麼高 國民黨和民進黨 都決定一件事情 我不甩你 那不甩你 你就是零 你那個就換你那天投誰 如果你投個韓國瑜 你就變小藍 你投了游錫坤 你就變小綠 你一輩子就定死了 那些小草 大概就要翻臉了 所以那巴西就變成 第一輪變成已經不重要 那第二輪呢 很可能就是集體退級 那集體退級 還是他們兩黨去決定 然後最重要是 柯建民講了一段話 那是什麼 因為你民眾黨 都把他拉到這麼高嘛 自己很有道德正當性嘛 他為什麼講說 玩得太離譜 你會被淘汰的 因為立法院的提案權 黨團可以提案 但是立委要提案 個別立委要秀 你要十五席 如果現在兩黨都決定 不理你 每個立委進去立法院之後 你是零 你連提案權都沒有 你只要哪一個 管你是黃國昌 或是黃珊珊提個案 大家都不跟你連署 你就是黨團裡面就八個 那親民黨以前 就常常被那個兩黨這樣幹 所以完全沒有重要 完全就是零 然後你的招委也選不上 那這個時候 所以柯文哲呢 現在知道黃國昌玩太火了 所以柯文哲就退回來說 我們等到 1月28號做決定 可是沒有人想理他了 那民進黨的想法是說 如果能夠拿回來 就拿回來 如果院長拿不回來 副院長有人跑 搞不好變成韓蔡佩蕾 因為副院長是分開投票 搞不好那時候蔡其昌變副院長 那韓國瑜也會頭痛 那至於韓國瑜為什麼 不接受副昆琦呢 因為副昆琦的姿態 拉太高了 他在出來的時候想說 將來他要去當副院長對不對 因為副院長太重要了 可以代理主持會議 代理接見外賓 代理朝野協商 那韓國瑜要做什麼 副昆琦副院長等於副副院長 副副德政 所以韓國瑜才找了江啟成 至少江啟成拿出來像樣嘛 而且江啟成也不會去把韓國瑜 徹底架空 免得到時候呢 所以整個韓國瑜才會講的 這句話是說 吃白饅頭 也需要有豆腐乳 豆腐乳 所以江啟成就知道 豆腐乳 江啟成是豆腐乳 就是豆腐乳 他就擺明了要吃薑豆腐 所以你會看到這個局裡面 民進黨雖然是少數 但是相對的心裡有譜 而國民黨和民眾黨 都被人家看破手機 好我請教易善 這一局藍綠白進入延長賽 可是柯文哲也是要攤牌的 對藍內亂白作亂 綠營騎關山看北修太太 這是現在的局 為什麼說藍內亂呢 因為其實韓江配是一個不錯的組合 因為所謂的日間部夜間部 韓國瑜是夜間部 總是要人負責日間部 論述啊政策啊法案也好 所以江啟成就負責日間部 除了所謂的日間部夜間部的功能之外 他其實還有所謂的張家的地方派系 跟所謂的台中派系 盧秀燕未來共主的結合嘛 我張家整個掌握了整個地方的勢力的系統 那盧秀燕未來的這個共主 二零二八年挑戰立法院 就把手伸進立法院了嘛 挑戰大位的時候 他就有手伸進立法院 這中間有一個人就很有趣叫鄭兆欣 鄭兆欣過去現在是盧秀燕的副市長 過去是韓國瑜的新聞局的局長 他也是江啟成當立法委員的幕僚 所以鄭兆欣這個局 鄭兆欣一定扮演一定程度的關鍵角色 所以他們某種程度已經結盟了 對某種程度結盟 韓國瑜江啟成盧秀燕變成一個政治的盟友了 而且各自分工嘛 對所以有兩個人就被邊緣化 這就是兩個黨主席 一個叫柯文哲 一個叫朱立倫 所以朱立倫打電話給柯文哲 連柯文哲都不理他 他等的當然是韓國瑜的電話 你朱立倫打電話給我幹嘛 我當然是要立法院跟所謂的國民黨黨 或柯建民的電話打過來都好啊 你朱立倫 侯友宜打電話給我 一點都不想接 果然就沒有接嘛 朱立倫沒有角色 但是他透過一個人有角色出來了 那個叫傅崑奇嘛 不要忘記了傅崑奇其實在長期以來 都是朱立倫拉在他身邊 去佈局所謂的地方派系的 張榮衛現在時候在關在人家裡嘛 所以還沒有出來 現在張榮衛出來了 傅崑奇角色就被邊緣化 但是當初是朱立倫找傅崑奇過來 而且傅崑奇在這次選立委的過程 其實非常積極的佈局 所謂的立法院的正副院長 當然局勢變了 所以朱立倫利用了傅崑奇這張旗子 馬上這兩天的聲量就長高嘛 傅崑奇也做了一齣戲 做足給朱立倫 他當然要的叫做總召 所以今天也拉了韓國瑜韓江的手說 兄弟還是兄弟 其實我覺得他已經要到總召這個位置 副院長 院長副院長沒得做 至少可以總召可以做嘛 而且有一個推力讓他讓 讓傅崑奇推向了國民黨 讓國民黨合作 那個叫柯文哲嘛 因為柯文哲昨天 傅崑奇出來參選的時候 柯文哲突然冒去說 藍綠都沒有回答我們考題 只有傅崑奇有考試 有考試有及格 所以傅崑奇 一副好像民眾黨要支持傅崑奇耶 而我也要跟柯文哲講一下 傅崑奇是台灣中華民國立委 在立法院裡面 代監服刑 還擁有可以領薪水的權力 還有所謂的立委職權的一個人 全中華民國第一位 就是傅崑奇 結果你要提所謂的國位改革 然後你說只有傅崑奇的答案是及格的 藍綠都不及格 因為你們都沒有回答 都不理他 所以只有傅崑奇有回答 所以傅崑奇趕快 只看到柯文哲找傅崑 拋媚眼的時候 馬上就說 我們還是回到國民黨 其實傅崑奇是有實力的 不要忘記還有兩席的所謂的五黨籍 如果傅崑奇因為政府院長跟國民黨鬧翻臉 他如果退出國民黨五黨籍就有三席 三席就有黨團 黨團就總召就可以進入政黨協商 所以國民黨為什麼一定要把總召這個位置給傅崑奇 否則的話我去拉 我推出國民黨拉其他兩個 我就形成黨團 黨團我就可以進去運作 我根本不用靠國民黨 所以今天國民黨的大團結 其實背後有很多的這個 所謂的國民黨內部的利益考慮 但是民眾黨現在被完全的被邊緣化 連朱立倫都有角色的時候 柯文哲還是沒角色嘛 所以昨天蔡正元我貼上的節目 蔡正元有給柯文哲一招 我覺得這招還是不錯 當然民眾黨有可能八票自提人選 但是蔡正元提出一招就說 你們可以正副院長投不同人啊 譬如說正院長我挺游希坤 然後副院長我挺江啟成 一副好像形象兩個人都比較好 然後重點是他未來就可以 跟所謂的院長跟副院長 做交換條件上面的交換 跟藍綠同時可以做交換 也維持了小黨的中立性嘛 而且在立法院裡面 沒有民眾黨的院長跟副院長 也符合了柯文哲最後做 最終仲裁者這個角色 所以蔡正元建議柯文哲的這種做法 未來會不會出現 柯文哲會不會採納 我覺得是有可能的 而這樣的可能性 會讓所謂的國會裡面 藍可能是綠各拿一個院長 跟副院長的職位 對於整個國會的運作來講 不見得是壞事 因為變成是整個 政府來講 在國會這個系統 形成了一個大聯合政府的概念 這個大聯合政 立院的概念的話 讓所有的法案 會變成是所有人都支持的情況下 才會通過的法案 不見得是對民主是不好的情形 而藍綠的鬥爭 藍綠白之間在立法院的鬥爭 也會比以前少很多 這個是白作人的部分 當然游錫坤或者柯建民 會不會到最後會接受這個方案 或者是乾脆像柯建民所說的 等等游錫坤樂見其成啊 游錫坤樂見其成啊 還票投過來多多益善啊 柯建民的態度就是說 我們不用黨對黨的談 因為黨對談的談 你就會被柯文哲所勒索 所以不對黨對黨的談 由各自他們黨團自己決定說 他們要投給誰 那民進黨即使沒有就算了 有的話可能會賺到一個院長 或一個副院長的席次 對於未來行政院要通過的法案 當然是有好處 所以這個局 民進黨的角度來看 就是說你們個別決定完之後 我就是51席全部投滿 你們剩下來的 都是叫做個別委員的支持 而不是政黨協商下的結果 昆玉怎麼觀察 我覺得這個事情鬧了這一個禮拜啊 其實我一直一直在想一件事情 雖然大家很多猜測 那因為韓江沛這些立法院院長 跟副院長他是分開選的 依照韓國瑜的人氣 你不管什麼假投票真投票 韓國瑜就鐵定當那個院長 在國民黨裡面 鐵定當那個院長當定了 可是因為他是分開選的 他跟總統選舉不一樣 他不需要搭檔 所以他可以其實可以很大方 說誰當副院長都OK 可是他偏偏要提一個江啟成出來 當副院長當搭檔 那擺明了要擋小副嘛 那他為什麼要擋小副 他跟小副其實很好的呀 那你看2020年第一個跳出來 很好也只能只有一個當院長 小副沒有要當院長 小副從一開始放出來的風聲 就是副院長 所以他沒有要跟韓國瑜搶 所以呢 那這個韓國瑜 那小副在2020年 他是第一個跳出來挺韓國瑜的 那小副這一次 他雖然前面又挺郭董啦 用什麼東西啊這樣拉拉拉 但最後還是歸對了 在花蓮幫侯友宜開了八萬票 侯友宜在花蓮得票五十點五耶 那過半耶 那比賴清德跟柯文哲加起來還多 算是功勞一件 上一次韓國瑜在花蓮得多少票十一萬票六十趴耶 那他他跟這些人都是有戰功在身的 上一次的二零二二年 那張善政剛下桃園的時候 一開始在那邊開會畫盤的 是是傅崑企耶 那其他人沒人沒錢 什麼東西都沒有 他其實是是在國民黨是有戰功的 那請問一下韓國瑜本來也跟他不錯 可是他為什麼要擋他 這個大家就就搞不懂這件事 那就所有人都在猜 那是有什麼恩怨嗎 那什麼東西呢不知道 那當然也有人說小副只是畫一畫 那還喊壞畫那他要換總召 那不行他換總召那今天等於證實了嘛 證實他要他換他可能啦也還沒有證實了 一月三十號投票投出來就知道了 講我覺得依照小副的個性他什麼東西都沒有換到 他絕對不甘心啦 但是他會不會離開國民黨 他不會離開國民黨啊 剛才易善講了說那個黨團要三個人 可是那是照立法院的規矩 他是在選舉的時候 你就登記為這個黨的黨團 才有三個 選後再出來要四個 那個那個我們操作過 然後那個那個清明黨那個時候就是只有只有三個人 然後結果一個林正二被抓去關了對不對 然後怎麼辦再去找人 然後後來找那個徐欣穎進來 才湊足了四個成立一個政團 這個是這個是立法院的規矩 所以小副依照他的狀況 那他不太可能脫離國民黨 他也不敢 因為花蓮終究是藍盤 那所以他脫離國民黨在花蓮是沒有機會勝選 好所以所以接下來這個戲 其實大概就到這邊就差不多定案了 接下來就是總召對總召 因為國民黨像什麼賴斯堡也想選總召什麼 可是這些老人家太老實了 他始終林德福也當過總召 通通都玩不過老柯 那小副跟老柯多少有點交情 他們還可以這樣子玩一玩 小副如果當總召 那個民眾黨就慘了 為什麼 小副是可以跟民眾黨打交道 但是如果民眾黨搞太過分的時候 小副也是可以跟柯建民合眾聯衡的 你要相信 你看小副那個全身都是油 那他 他跟老柯很搭 他很溜的 旗鼓相搭 他很溜的 而且他操作的東西很有經驗 他以前不見得是總召 但是他以前辦公室在二館 親民黨那一屆立委的時候 他的辦公室在二館 二館他旁邊他做得跟宮殿一樣 真的假的 他立法院辦公室像宮殿一樣 不是是那個位置 他因為就是原來二館的一個大廳 他把他全部旁邊的所有的辦公室 什麼什麼什麼我們 親民黨的幾個立委 全部辦公室的一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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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圍著一個大廳 那個大廳裡面就是所有的人的助理都在那邊 那個那個進去氣派很氣派的 那會客區也在那邊 剛好他抓到那個位置 那他就在那邊瞧 那就一個那個那個那個 我們以前的親民黨的好幾個立委都在那個地方 他就把他揪起來 大家一起去施壓也好 要東西也好 或者喬案子也好 那這個他很熟 所以小副這個東西我們都不擔心他 他一定會玩 玩得亂七八糟 然後剛剛講到這個韓國瑜 那韓立法院院長選舉 那我們回頭來看民眾黨會怎麼玩 那我一直在講一個事情 民眾黨 那什麼叫關鍵少數 那不是光算數字你就會變關鍵少數 你要先展示出來你是一個關鍵 你才是關鍵少數 要不然就是純粹少數 好這樣子 那怎麼怎麼做關鍵 剛剛創下講了嗎 你去投韓國瑜 他就是變成小籃 你去投游錫坤他就變小綠 他最好的辦法就是他剛剛講的啊 就是蔡正元講的這個方法啊 那分裂投票啊 那沒有不好啊 那甚至是我第一輪提自己 我第二輪 我再來搞得你們大家都雞飛狗尿 我再來開放啊 開放中間再來操作 行不行 可以啊 那會讓那一天人所有人那個心臟病都快發了 然後這樣他才是關鍵少數嘛 最後投出來 一個院長是藍的 那個副院長是綠的 或是院長是綠的 副院長是藍的 可是我覺得指標是院長啊 他如果投出來 院長是綠的 他還是會被解讀相對小綠 他如果投了韓國瑜 他就會被解讀 他挺韓嘛 相對變小藍 外面解讀是這樣 副院長不重要啊 大家都知道副院長人行立牌 蔡其昌掛在那裡也是掛空的啊 對但是 這是空的一個title而已啊 但是那個那個 你看我們我們外面對他的解讀 那那個柯文哲什麼時候在乎過 他只要取得一個 我能夠跟你爭辯的立場 那他就可以掰下去 這樣如果我今天全部都投一邊 那他就沒有沒有掰下去的 那個那個那個依據嘛 沒有支點 所以他現在就要掰下去 從利益的角度 我現在純粹算政治利益 柯文哲如果要極大化自己的政黨政治利益 他有可能用這個說法 院長給了由錫坤 然後內閣要到幾個位子 因為國民黨沒有這種位子給他啊 那個 就是那到時候柯文哲就會說 你們不要再笑我磕八席了 我內閣可能還有三席 他想要我加起來十一席 他想要這樣 但是我跟你講民進黨絕對不會這樣 絕對老柯已經放話不會拿這個東西來壞 那頂多我就是就是國會少數啊 這我們以前又不是沒有玩過 但是跟大家合作那後患無窮 所以他可能到最後是我院長可能是綠的 然後這個副院長可能是藍的 然後我們就是投形象 像他講的過去 這樣就好啦 那你像頭 院長頭藍的 韓國瑜 形象怪怪 對不對 他要講什麼 說沒關係 我們有約翰走路 他有膝蓋走路 這樣子 然後接見外賓的時候 喝完約翰走路 就來表演膝蓋走路 這講不過去嘛 有時候他可能最後比較合理的 形象操作可能是往這個方向找 那麼到底會細節怎麼操作 那可能他們真的要到28號以後 等到情勢明朗了 他們才有辦法做定案 不要覺得黃國昌或是這八席 他在立法院 他真的能夠產生什麼樣的威力 黃珊珊當然還會佈局台北市 然後這個黃國昌一直想要選新北市長 而且下一屆是侯友宜要換屆了 那其實是有空窗期的 對 而且現在如果雙北都殺喀都 其實誰勝誰負很難說 很難說 因為如果克文哲的盤真的有20多趴 然後民進黨的基本盤 無論如何也是三層附近啊 那其實搞不好又是三國大戰 而且三國的差距可能又都很小 但是我認為黃國昌想這件事情 不是現在才想的 他在當初想要選立委之前 他要選擇選區的時候就找了很多人去聊 他其實就是在做這個佈局 黃國昌是視野非常深遠的 我們小富雖然有野心 但是小富還是吃完一碗再看一碗 黃國昌沒有 他一進餐廳就是上面菜單通通給我來一份 我問你黃國昌如果放在新北 你覺得對藍的票倉有影響還是綠的票倉有影響 我覺得他沒有什麼太多的影響 然後他反而會刺激了綠的 刺激綠的團結 對刺激綠的非常團結 那藍的可能還會有自己的想法 藍的人也不太喜歡黃國昌 那個很多的問題 藍的新北也並不一定有厲害的強將 對然後藍的其實 就是他的地盤本來就強啊 他的地盤非常穩 那個什麼中和永和新店 那個一出來 那個幾個大板橋這幾個大票倉一包起來 藍的在新北市的勢力是很可怕的 那但是黃國昌要打破這些東西很難 他只能去跟綠的搶票 那綠的就會更團結 因為綠的實在太討厭他了 所以我覺得黃國昌的機率 鬧一鬧是有機會 但是說你真的要給他選上 那個機率其實是不大的 他如果選得上 他今年投入科黨從716 那這個數以來 他應該現在他的聲勢 在這下半年是比 我直接吐槽 我認為雙黃都選不上 但是雙黃可能會去帶一點小機 你柯文哲的那種基層的民意代表 對比方說議員或者里長席次可能明顯增加 對可能會可能會增加一些 那麼這個這個被犧牲的母雞這樣一天到晚都是派政府任務 其實對於政治人物來說是很傷的 那我覺得這個這個局到現在為止呢 其實他的關鍵點就是1月30號 1月28號民眾黨在做拍板決定 然後1月30號國民黨選總召 選完了以後 然後2月1號大概代無懸念 然後等到2月1號開議了以後 大概各個委員會招委啦或什麼東西 然後一敲定 然後一搞定了以後呢 那大概立法院這個政局 就會稍微穩定一點 然後以後就會這個正常的展開 好彭香大哥怎麼觀察 我很多年前在國民黨的中央政策會當總幹事 所以剛剛他講的中央政策會 就是專門來喬立法院這些所謂的黨政協調 那麼以我多年來的觀察 對立法院的觀察 還有對於國民黨本黨同志的信賴 不要忘記中國國民黨的同志們 心中最大的是孫中山先生 所以剛才我們講的這些問題 通通是有可能的 通通在一個邏輯底下的一個推理 但是呢 往往影響最大的會是孫中山先生 為什麼呢 因為每到了不管是地方的議會的議長的選舉 或者說是立法院的所謂的院長副院長的選舉 坦白講孫中山都扮演了非常關鍵的推手的作用 那麼整個推手 所以你覺得這個事情是可以喬的 然後國民黨的票是有人可以跑的 是這樣嗎 還是國民黨是黨紀不張沒有黨紀可言的 對孫中山是無色 所以說 無色覺醒 對 鈔票覺醒 所以說這個孫中山要往哪邊走 那這個就是有技巧的 等等 可是中央的總資源遠大於朱立倫啊 所以這個大家就要去發揮你的想像力 對不對 那麼最主要在哪裡 最主要在說 你要考慮到這些立委們的困難處 選立委不管怎麼樣都要花錢 那錢花下去坦白講 現在選個立委沒有個議 沒有個議的話 那大概都是都嫌假的一樣 先選個現議現市議員 都要七八千萬了你想想看 所以說在有一些的地方 那個成本更高 那他怎麼回收 這很現實的問題對不對 對不對 你要靠著你這個四年任期來 慢慢撐慢慢撐 一個不小心 你就中標你就違法了 對不對 那還不如說 遠道為真嘛 選院長就是一個 他們能夠回收的機會 而且今年才有局 像以前民進黨直接過半了 也沒有局了 對 今年的局 這個每一票都很珍貴 而且這個差距非常微妙 不是說我如何去爭取一票來 而是說如果對方陣營 某個或某幾個立委 突然那天 車子逃跑 或是家裡有事 或是身體不舒服 送急診 哇 缺席了 缺席也是一種幫助 對 所以說因為它差距太少了嘛 所以你只要有一兩個缺席 喔那個局面就不一樣 國民黨只要缺席兩三個 那就由希昆當院長了 所以說嘛 但第二個 我認為說這個 將來民眾黨會怎麼樣投票 非常值得一看嘛 而且誰規定說 你整個黨只能提一個命令 說我要投誰 通通只能投誰 立法院沒有這樣一條規定 民主政治也沒有這樣一個規定 換言之就是說 每個立委獨立行使職權 這才是正辦 所以說 民眾黨也可以說你們獨立行使職權 你們自己看著辦 對不對 然後知道該怎麼辦的 都會向黨主席透露一下嘛 欸可是柯文哲每天都說 他將來這些人要團進團出 可是以前他又罵這個民進黨的立委 都變成黨議立委投票部隊 好像廢物一樣 那這樣子如果他每天團進團出 他這八個人頭也像八個廢物啊 是啊 但是柯文哲的話 你要把他分段看 他每一段都是真的 每一段都肺腑之眼 但是呢 你全部都連接啊 連接起來 這個人就是人格分裂了嘛 對不對 所以說這就是柯文哲的特性 所以我們不要衝 欸他如果每天八個團進團出 你覺得他耗得了四年嗎 耗了四年之後 他的政治能量會增加還會減少 是啊 所以說如果他這樣都團進團出的話 第一個啊 會把他自己的能量給消耗掉 為什麼呢 他一天大晚要給理由啊 為什麼我要這樣 為什麼我要這樣 但是今天說實在 不要忘記啊 正則正也 什麼叫正則正也 政治的原則就是要正嘛 你要公正嘛 對不對 你不要以為說 啊你這樣耍弄 老百姓眼睛都瞎了是吧 嗯 誰會看不出 你們是用了 人民選你的這樣的一個位置 然後你把一個力 把你搞得亂七八糟 在那邊勾心鬥角 嗯 一開始都還沒開議啊 就已經傳出了多少 勾心鬥角的戲碼 你以為老百姓能夠接受嗎 所以到那個時候 就會產生一個反動的力量 嗯 所以你們一個這樣搞 效果是相反的 反而不利於他們的未來的發展 停輝 那我們看今年這場大選 耐清德儘管勝利喔 可是事實上相對少數 然後民進黨喔 儘管這個國會席次跟國民黨是接近的 可是仍然沒有過半 所以對他執政來講 確實內政的各式各樣的挑戰會蠻多的 但是國際間無論如何是解讀喔 蔡英文路線跟賴清德的這一個勝選 都是一個親美的路線的勝利 對行政權的部分來講 是沒什麼太大問題的 大家比較關心的 當然是立法院這個 牛鬼蛇神的一些問題啦 那因為剛剛也提到 其實我覺得黃國昌來講的話 時代力量以前不要玩死了 那現在呢他會不會玩死民眾黨 其實也可以等著看了 因為照他 比如說他以前是區域立委嘛 他不是在戲職嗎 戲職裡面做選民服務啊 所以你現在跑到板橋 你要開一個這個選民服務 那會不會做得成呢 當然大家知道說 兩年後 剛剛這個彭校大哥提到 不是只有八個人要團聚團聚的問題 他未來是十六個人啦 為什麼 他不是做兩年就要換另外一批的人做嗎 所以總共如果加起來 要十六個人團聚團聚 其實說真的 民眾黨的這個內部的意見 一定會是非常有問題的 而且能不能達到柯文者要的 這也是一個問題 但是我覺得到最後來講的話 他們這個政黨到最後 可能會被藍綠所拋棄的 因為畢竟來講 國會不是這麼玩的 國會它是一個妥協的空間 他不是叫你說 你這個提出四大訴求 要選立法院的院長 然後要回應這個東西 其實我覺得這些東西來講 他們都已經跳脫了原本的民主政治的一個基本的ABC了 因為你自己把憲法讀一讀吧 憲法裡面的規定立法院的職權是什麼 立法委員的職權 立法院的院長職權是什麼 把它讀一讀你就知道了嘛 你要嘛去修憲嘛 你修憲來講的話 你民進黨 你要嘛就提出你的版本嘛 那是付出選民嘛 但是你沒有 沒有的話現在我剛剛提到的 就是目前立法院這種牛鬼射程 就是國際社會最擔心的這個部分 但最擔心的部分的話就會造成說 很多事情來講的話 那個比如說我們過往來講 軍購案 立院的這個法案 是不是有很多的能夠配合 比如說我再舉個最簡單的 你的去中供應鏈 去中供應鏈你的內部來講 你接下來的台美二十一世紀的貿易倡議當中 三分之二的部分如果達成的話 你台灣的立法院內部要不要配合的問題 那如果立法院沒有沒有過的話 這整個行政就會僵直在那邊 在那邊的話 那美國就看到你的誠意到底有沒有 所以不管是在外交啦 國防啦 經濟啦 所有的層面來講的話 都會是一個問題所在 那現在就看啦 而且我覺得內政議題很多爭議啊 舉例來講 台電現在放風向出來說 哎呀 這幾年每年真的要虧兩千億啊 而且還在虧啊 對 然後這個國際的燃料跟天然氣的成本還在漲 所以呢 請問台電漲不漲價 然後經濟部怎麼處理台電跟漲價 對 那漲價的方案立法院給嗎 對 還是立法院就打槍 當然 就是為反對反對 所以他一定是打槍嘛 他已經要行政院拿出一些方案出來嘛 那這個東西就會影響到兩年後的地方選舉了嘛 因為你電力漲價大家也知道說 到底民眾的這種心理狀態會是怎麼樣 會是投什麼樣的政黨 所以那問題是說什麼 立法院你只有做純粹杯葛 你沒有任正面的影響 民眾看到又說立法院又是大家又在那邊混戰 甚至於說會有一些肢體動作或怎麼樣之類的 所以這些事情來講的話 我們說其實重點不在選舉前 重點是在選舉後 選舉後的這種格局來講的話 事實上對台灣來講且戰且走 但是2024年的話 其實每個國家大概都都是差不多如此 因為整個國際社會的氛圍 以及相關的這個國家的運作 包含最近來講 雞小胖也在那邊亂胡鬧 然後還有南海的一些很多其他問題 所以今年大家這個要戰戰盡盡的過了 請教世衝 事實上這個鴻海危機還在惡化 通膨在全世界的壓力也還在惡化 所以賴清德新團隊的新的內閣團隊 要面對台灣的各式各樣內政問題 光是一個台電的漲價或者通膨的壓力 可能都會變成大的政治議題或風暴 對沒錯我們知道 事實上這個新總統上任之後 第一個遇到就是台電 因為台電去年虧了3900 去年虧了1900多億 現在累虧3800多億 他看起來的話如果沒有 你要嘛是漲電價 要嘛就是行政院在撥錢給他支柱他 好那第一個電價的問題 第二個就是目前為止 你看中國的ECFA相關 他現在又寄出越來越多的政策 要緊縮你 所以才說呢 事實上這個賴清德打出了第一張牌 當然就是行政院院長到底是誰 而且我打個擦喔 台電還沒漲價 外頭現在已經通膨壓力很大了 台電在漲一波的話 所有的東西可能又再通膨一波 沒錯你看今天最新的消息 就是淡價在漲了嘛 那很多什麼什麼 在南機場夜市裡面的這個雞肉攤都在漲價 什麼都在漲價 所以我才講嘛 這個新總統上任的時候 其實是真的沒有蜜月器 因為眼前的混亂局面 真的是來自國外的這個部分 我們必須這樣說 那當然還有本身是因為台電累積了這麼久 能源轉型的問題 那兩岸之間的問題 這些都有待解決 所以我們看賴清德打出了第一張牌 就是行政院院長 那如果行政院院長讓人家覺得說 你好像沒辦法震住的時候 那可能就會對他第一個起手勢 就是就會受到影響 那當然我們目前為止來說 檯面上有四個這個大家都在討論的人選 一個是鄭麗君啊 然後潘孟安啊 林家榮跟這個鄭文燦 如果我們來講這幾個人的狀況 網路的這個網路溫度計裡面的好感度裡面來講話 目前為止鄭麗君是最高 但是問題是鄭麗君的問題是在於說 他對政策是很了解 因為這一次的這個這個賴清德在競選過程的 國家願景希望工程裡面 都是他來主導 他當然是有這些所謂的政策 他知道是什麼 可是問題是他以前的內閣經驗 他就最要當到部長 然後他也沒有地方首長的經驗 他如果來當這個行政院院長的時候 好像他覺得說 好像還沒有到那樣子一個這個程度 那第二高好感的是鄭文燦 本來啦 大家也認為說如果賴清德當選 鄭文燦是最有機會的 可是問題是鄭文燦在這一次的這個大選裡面來說的話 整個桃園市的這個立委全部都丟光了 那你現在人的根據地已經沒有了 再加上說你其實去年你有很多影片的爭議啦 那些可能恐怕你上台之後沒多久 面臨到是這樣的局面 雖然說他的經歷都很完整 可是他也有他不足之處 那另外一個是林佳龍 林佳龍來說網路好感度0.55 沒有錯 目前為止 因為原本的就是說如果賴清德沒有退出新潮流的話 可能鄭國會的他是最有機會的 但是現在呢 好像這個派系考量不是最大的重點的時候 他當然是經歷很完整 但是呢 他面臨到一個問題就是說 好像他在這個所謂人氣方面來說 沒有那麼的足夠 就是好像大家這個網路上 大家沒有很喜歡他的一個狀況 好那這個當然是一個他的問題 那再來是潘孟安 潘孟安的問題也是一樣 第一個他沒有這個所謂之下市市長的這個經驗 那甚至是說他可能跟賴清德太過親近 那人家認為說你是賴清德的這個執行長的部分 所以我來說這四個人看起來的話 都都好像是可以擔任 但是也都有沒有辦法揮之 不去的問題 譬如說像潘孟安 可能如果他上任的時候 他論文問題就被拿出來討論 那這樣就是說 那你到底要選誰 那檯面上這個人 這些人好像又沒有讓民眾讓大家覺得說 你一出來之後覺得國家很有希望的感覺 所以才說其實賴清德 在這個立院的這個亂局結束之後 或是這個立院過這個選出新的院長之後 我覺得他接下來要考慮 考慮的就是這個這個所謂 我們的行政院院長是屬於誰 我覺得人選出來 還有內閣閣院出來 要讓大家覺得耳目一新 或是讓大家覺得說 這個是有戰鬥力的 會有希望的那個風聲 我覺得很不容易 對很不 我覺得我必須說非常困難 就不知道哪裡有好牌 對對對 所以這是考驗賴清德嘛 而且可是我跟你講 當這一任隔魁的也很不容易 一定很難 因為他進去立法院 超級網紅立法院 網紅來了七八個 所以才說第一任的這個行政院長可能會非常辛苦 因為你要解決可能這個蔡政府留下來八年的很多問題 你可能第一任就要 就至少你一定要有一個讓大家耳目一新的這個狀況 再加上說新任的立法委一定是想要好好表現 所以他一定這個狂給你 所以才說第一任行政院長我覺得恐怕按照過去的樣子恐怕是不會當很久 那這是一個註定可能會很短命的隔魁 但是你又必須要選出讓大家覺得很耳目一新的 否則你一開始的人選讓大家就有諸多疑慮的時候 我覺得你在上任的一百天之內 你沒有讓大家覺得很有希望的時候 我覺得你可能這四年你會過得非常非常難過的一個狀況 因為他得票已經不是一個過半的強勢得票了 如果他的隔魁或者施政的滿意度沒有穩定度的話 其實兩年後的選舉或者四年後的選舉 其實都可能挑戰很大 沒錯尤其是沒多久兩年後 你看兩年後之後這個雙北裡面有黃國昌 黃珊珊出來那民眾黨又出來 那出來後其實會攪亂整個目前的政治態勢 看起來的話民眾黨在很多縣市都會提出相關的人選出來跟你對抗 那裡面還有一個非常值得大家觀察就是台南市 因為台南市本來就是這個賴清德的本命區 那現在為止來說的話 這個國民黨已經立場很清楚 他要派出來就是謝龍介 謝龍介來說他一定會下去選嘛 他上一屆這個市長才輸這個黃偉哲四萬多票 所以他已經覺得這次我很有希望 那當然啦目前為止來說的話 這個就這個就攸關到賴清德 如果是說他在前兩年他的民調很高的話 他心目中主義的當然是這個憲政委員對不對 那這個林俊憲委員 林俊憲委員 那俊憲委員來說當然就是有機會在那邊出現 但是現在地方上面覺得說 如果假設賴清德的民調不夠高的時候 那陳亭妃或是王定宇 是不是也有另外一個這個爭戰的過程 所以才說其實他這個賴清德在前兩年 能不能夠把市政做得好 攸關他在2026年他還能夠掌握多少 這個任命或是提名的這個權力 否則如果他前兩年就已經提前 這個民調就滑落的時候 我覺得2026年當然不順 那2028年當然也就非常的悲觀 所以才說行政院院長的任命 跟你的新的閣員的任命 我覺得是你的起手勢 務必要讓民眾覺得煥然一新的這種感覺 何時聰 我跟你討論 以現在全世界的通膨結構 跟台灣現有的通膨壓力 後面的這種剛剛講的中油台電再上去的話 其實任何隔回可能都會面對很大的政治風暴 對 我覺得這個是很難避免 譬如說接下來假設你要漲電價 你要漲電價的時候 你要怎麼跟民眾溝通 或是什麼 我覺得過去一段時間 我們在蔡政府任內也漲了兩次電價 但是漲兩次電價的時候 我覺得隔遠並沒有好好的跟大家溝通 我覺得那些譬如說溝通的方法 或是政策的說明 我覺得可能要更加的強力 然後讓民眾了解 是為什麼我們要漲價什麼什麼 諸多原因 我覺得民眾也不是說不能夠漲價 而是你要跟他講 我的配套措施是什麼 然後我的政策出去的時候 會有什麼影響 你說得很明白 說得很清楚 爭取民眾對你的支持 我覺得這或許是可以 我覺得也不見得說漲價就一定不行 而是說你要怎麼去跟民眾溝通 讓民眾了解 我覺得這個部分 可能是未來民進黨 在做這些決策的時候 更要跟民眾溝通 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好 醫生你怎麼觀察 民黨內事實上各派系也有人蠢蠢欲動 想要卡位格魁 對 我覺得這一屆 當然我覺得我反而是另類觀察 反而是因為折損率非常高 所以民進黨為了保護自己人才 優秀的人才不一定要去爭取這個位置 那這個位置因為他的折損率 第一屆真的很難做 那我反而覺得說如果是賴清德的親信 大家也不要意外 因為他等於是賴清德自己做的意思 因為我們的 那他現在兩個大將就一個潘孟 跟一個左隆太 對 所以如果未來是這兩位去做 其實不要苛刻賴清德 因為是太難做了 所以折損率高的情況下 而且等於是賴清德自己去做 這個行政院院長的關係 因為蔡英文跟賴清德的個性很不一樣 而且擅長的東西很不一樣 蔡英文其實不太想要管內政 等等等等 我覺得格局還不一樣 蔡英文因為兩次國會都強勢過半 對 所以他的隔魁 如果政治能力沒那麼強 日子還能過 但是因為現在國會已經不過半了 他的隔魁或者副院長 只要是政治能力不強的 經濟律法院的溫系 沒錯 或者壽命會很快很短 對 所以你看這八年 蔡英文其實比較專注的 包括兩岸國安外交事務 這些像國防相關問題 這是總統的職權 但是我覺得這八年裡面 前四年至少賴清德 會等於是親自去指導行政院要怎麼做 所以這個人如果是一個 賴清德可以信得過人 不見得是一個壞事 就好像阿扁執政的時候 為什麼是游錫坤當院長 當那麼久的原因是 因為一方面是條而鼎耐 一方面是游錫坤阿扁信任 等於是阿扁直接把手伸進運行人員裡面 好 我們稍後回來 我們晚上十分已經被打了 五分了 大午五分了 我們穿一次